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其实我经常我会跟我的朋友或者一些网友们聊天 然后他们会跟我说 我真的很害怕说英语 我真的不敢跟外国人对话 我觉得说外语真的特别难 我每次不知道怎么办 我每次不敢开口 但其实呢 在中国也有很多的留学生 有很多的外国人 我们讲中文是一样的感觉 所以我就想站在这里说 其实我们都撤平了 其实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学中文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棒 因为我的考试成绩特别好 然后每次很用功地学习 我感觉如果我去了中国 那我就完全可以跟真正的中国人聊天 但是问题是我还没有跟真正的中国人聊过天 所以我来到了中国之后 就发现跟自己想象的有一些不一样 课本上明明写的是 你好 请问你想去哪里 但为什么我一上车 师傅说的是去哪啊姑娘 我就开始怀疑 我就说难道是师傅讲的是假的中文 还是我在课本里面学的就是假的中文 反正肯定是这两只其中的一个 就觉得非常的懵 我们课本上他们都会说 你见到一个新的朋友你要说 你好 你好吗 我很好 谢谢 你呢 但是我过了这么多年 我还没有等到任何一个人这样跟我讲过话 我就真的很怀疑我那个课本是不是在坑我 但是那种怀疑的感觉 它很快就消失了 因为它变成了另外一种感觉 就是落差感 因为我不仅是日常沟通会觉得很别扭 我上课的时候我甚至都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 我也很难跟同学们对话 我上课我也很难记笔记 因为我全程都在查词典 我就觉得特别难 我的同学们我看到他们的表情 我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讲座 但我就是听不懂 就感觉我真的错过了很多 而且我跟同学们 我们聊天的时候也会感觉 不是特别的顺利 因为他们讲话他们的语速特别快 他们也会用很多的网络用语 我就完全跟不上 他们觉得我特别的内向 不爱说话 其实也不是 我只是真的跟不上他们的节奏 他们每次都在聊一个话题 然后我就会在那里非常认真的准备我下一个 要说什么 我好不容易组织好了我的语言 他们就讲到下一个话题了 我又错过了很多 这就是我会感受到的一些差异的感觉 甚至有的时候我也会想着 那如果我自己主动跟他们聊天呢 这也是一个办法 所以有一次我们在食堂我们吃饭 然后对面的同学他点了一个家常豆腐 我就说哎 我可以吃你豆腐吗 对他们就这样笑 然后我就想为什么要笑我 真的是那种很严重的落差感 我真的我以为我来到中国上大学 我以为我的大学生活会游刃有余 但其实呢我就变得很孤独 那怎么办呢 我已经做了这个选择 我已经在这里上学 我已经生活了这个国家 只是我我的落差感再这么大 我也得去面对它 因为我实在是没有退路 其实没有退路这四个字 会听起来非常恐怖 因为它意味着非常强大的压迫感 我们都会很害怕压迫感 但其实也没有必要 因为压迫感它其实是一个隐藏的礼物 因为当我们有压迫感 当我们没有退路 那我们就只能往前走 我只能每天都听我听不懂的课 看我看不懂的书 跟我听不懂的同学一起聊天 我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自己 是因为爱吗 是因为责任吗 不是 是因为我实在是没有了退路 但是我在没有退路的路上 我左手拿着词典 右手拿着笔记本 每次有任何一个我听不懂的词 我就会立马地写下来 然后回到寝室的时候 我就会去看 我今天学了什么词 昨天学了什么词 前天学了什么词 我也会敢于跟我的同学提问 我也会一直继续跟他们一起聊天 一起吃饭 哪怕我听不懂 我就会一直努力地跟上他们的节奏 他们讲笑话的时候 我也会跟着笑 就给他们面子 给完这个面子我就会说 哎 刚才那个为什么那么好笑呢 然后他们说了之后我就明白了 其实这样他会听起来特别的奇怪 很累也没有必要 但是他真的很敢用 管用 因为大概过了半年之后 我发现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我现在可以听懂 我听懂了老师在讲什么 我跟我的同学已经不是单纯的同学 我们是朋友 可以正常聊天的那种朋友 我甚至发现我的脑子里面的英文和中文 已经融合在一起 有的时候完全分不清楚 连英语我也分不清楚 就是英语本英语和中式英语 我给我妈妈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会说妈妈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low 然后他说你说这个low是什么意思 我说就很low啊 然后我就想一想 对这个是中式英语 我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假的外国人 但其实呢 这些意味着我已经熬过去了 因为这是压迫感非常神奇的地方 因为当你有很多的压迫感的时候 你不会一直想着 我今天是不是比昨天好 我明天会不会比今天好 你就会一直努力的往前冲 你的能力也会自然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 然后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你熬过去了 你有了很大的新的突破 不过我觉得 就是我们把自己放在这么高压的环境之下 还有一个更好的选择 就是我们可以把自己 一直放在一个这样的高压的环境之下 我就是这样 我作为一个留学生 已经习惯了中国的环境之后 我就引来了我的人生的第二份 的高压的环境 就是创业 那我为什么要创业呢 其实是因为我发现 我刚上学的时候很多人会跟我说 当你学了一谋外语 你就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的门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 这个是大人在跟我讲道理 可能这是一个废话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我发现其实这句话是真的 我们从不同的文化的视角去聊一个话题的时候 我们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花火 很多不一样的视角去分享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这是很有趣的 但除此之外 我们也会发现我们在不同之中 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这个感觉就非常的微妙 其实除了我之外 也有很多很多的外国人他们在来到中国 其实这是因为我们就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想来到这里生活 上学和上班甚至是创业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他们对中国感到好奇 那同时呢 有这么一群人 那中国的朋友也会对这个新的社群也感到好奇 所以我们这种彼此的好奇感 也是我们创对的一个小小的启发 因为我们一开始是特别简单的一个项目 甚至也不能说是项目 我们就是几个孩子 然后我们拿着话筒 在宿舍的门口我们就会采访我们的同学 每次的主题都不一样 然后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文化的视角 他们就可以聊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碰撞 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些东西串联在一起 通过剪辑和传播 让它变成一个短视频 然后这些好奇的观众 他们都可以去看看 然后可能可以有一些答案 或者笑一下也可以 然后我们就发现 其实在这有这么多不一样的看法 不一样的故事 但是通过这些不一样的故事 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的一样的地方 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做了一期视频 它是关于中国的美艳相机 然后我们就问了我们的朋友 就是不同国家的同学 你们觉得怎么样 然后很多日本跟韩国的同学 他们说我觉得这个美艳相机特别好 它会把我拍得很可爱 还有很多的耳朵我好喜欢 但是我们问我们的欧美同学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 为什么要磨皮这么严重呢 我脸上很多缺绊 但是这些缺绊都磨没了 我的缺绊这么可爱 为什么要对待我的缺绊 所以我们会发现 其实不同国家的人 他们是对这种审美的标准 非常的不一样 但是虽然对审美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但同时我们有个很大的共同点在背后 我们都喜欢拍照 喜欢自拍 我们都是有那份虚荣心的年轻人 我们又做了一个主题 我们做的是外国的朋友 最想问中国人的问题 这个也很有意思 我们有了一个墨西哥的朋友 她说 哎 中国人每次看到一个新的汉字的时候 她自动就知道怎么念出来吗 还有一个芬兰的小姐姐 她就说 哎 为什么中国人为了买一杯奶茶 可以排队一个小时呢 这些都是好问题 所以我们又做了一期 我们做的是我们的外国朋友 经常被中国朋友问到的一些问题 有一个埃及的朋友 她就说以前她的同学问她 会不会骑骆驼上学 还有一个荷兰的同学 然后她也被问过 哎 你是不是住在风车里面 其实这些问题都很有趣 然后也代表着我们所有人的 就是我们不同文化的人 有很多不同的认知在里面 所以总是会有这样不一样的碰撞 但同时呢 我们也看得出来 我们都是对彼此非常的好奇 我们都有一个人类共同的好奇心 其实我们的团队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是一个中外融合的团队 所以我们也会有很多 就是不一样文化的视角 也会有一些闹了矛盾的时候 如果你们也在中外企业工作过 你们可能也深有感触 这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聊事情的时候 我们中国的同事 他们比较喜欢说的违反一些 但我们的外国的同事 他们就喜欢说的特别直接 这个也会让我们闹很多的矛盾 我们是直接吵过架 但是我们每次吵完 我们还是可以就是和解 我们可以再次达成一致 因为我们虽然有一些文化上的区别 但实际上我们的价值观 始终是一致的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发现我们的相同 比我们的不同 要重要很多 要强大很多 这也是我们可以 一直继续下去的理由 我觉得我今天的演讲 可能比其他人要短一些 因为我确实人生的经历 也就这么多 不是很多 但是也不算少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 找到共同之处的有趣 我们相同之处的共鸣 因为这就是当代的 矿文化交流的最舒服的相处模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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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